早晨来杯香农咖啡 吃不少上班族的心头好 只是要当心饮用过料 不但可能无法提舌 还会损害健康 这个咖啡因呢 其实就是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剂 它会让我们的一个神经 处于兴奋的状态之外 也会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 如果过量摄取 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心剂 手抖过度兴奋或者是失眠 并非所有体质的人都适合喝咖啡 咖啡因容易导致血管收缩 如果有心血管疾病最好少喝 肠胃不好也不适合 因为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分泌 容易造成不适 而有失眠困扰或者孕妇孩童 都需斟酌 骨质疏松者也得避免喝多利尿 导致矿物质流失 那到底咖啡因的摄取量 一天要在多少以下为宜呢 建议是控制在300毫克以下 也就是大约一杯大冰美式 或者是两杯拿铁的份量 是比较好的 如果喝完咖啡 发现自己有焦虑失眠 或者心悸胃痛 贫尿腹泻等症状 就代表身体发出警讯 必须减少摄取 也可以多喝水来帮助代谢 八大新闻 曾云勋采访报道 拿起手摇杯 一口接着一口喝下去 身心灵都感到好满足 但又有一丝罪恶感 不过其实你喝下去的饮料和咖啡 都可以算是补充水分 包含你喝的咖啡 然后喝的茶 然后另外还有可能是含糖的饮料 或者是食材里面 像蔬菜啊水果啊 里面都是有水分的 这些其实都包含在这个饮水量里面 一天当中的汤汤水水都能算进去饮水量 可是营养师要提醒别因此本末导致 因为假设喝太多咖啡会容易造成心悸 汤里头也含有大量的钠 摄取太多会有肾脏疾病风险 还有饮料喝过头更会发生肥胖问题 因此为了健康着想 建议白开水就要喝到饮水量的六成以上 饮水量一天 他的计算是用你的公斤数 然后乘以大概三十到三十五左右 可是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我们会建议比如说刚刚一千八百cc 我们会希望可能一半的量 比如说一千cc左右 他是要来自于没有含糖的水 水喝太少也会造成记忆力变差 头痛头晕 因此这些饮料跟咖啡 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白开水 适度适量摄取 才是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的关键 报道新闻学校主张开以台北 曾经到 上班族习惯一天一杯咖啡提神 开启工作模式 不过有国外研究指出 若吃饱饭后喝咖啡 短时间内容易造成血糖上升 如果我们饮食当中 如果你吃了比较多的淀粉 或者是说一些含糖量 比较高的一些食物的话 你的血糖值当然就比较容易上升 那如果是蛋白质或脂肪的话 虽然它不会直接影响到血糖 但事实上它还是会渐渐影响到 我们的血糖值 像这样的高油脂食物 持下肚本身就容易让血糖升高 喝咖啡在刺激肾上腺素分泌 两者有加成效果会影响荷尔蒙 因此糖尿病患要注意 营养师也提到 喝咖啡虽然会造成血糖的暂时起伏 但研究指出长期下来反而有好处 咖啡里面它有一个叫绿原酸 这种植化素 那这个东西它可以延换血糖的上升 增加胰岛素的灵敏度 如果长期喝黑咖啡的民众 它血糖控制是比较好的 那另外一块就是咖啡的摄取 一定要注意到 每天不要超过200毫克 饭后喝咖啡 最好是纯黑咖啡 如果加了糖跟鲜奶 或是凤味糖浆等调料 仍会影响血糖 营养师建议 不该期待透过喝咖啡 来预防或治疗糖尿病 应该当成一种健康享受 所以糖尿病患 也不必因此把咖啡列入禁忌名单 八日新闻 八日新闻 雅亚婷 赖淳伟采访报道 不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有习惯性偏有通用 就用咖啡因来来喝 然后让你舒缓 因为咖啡因有可能你喝的 激量会越来越高 因为我们人一天正常能代谢的咖啡 那大概就是三百到四百毫克 不建议超过四百毫克 那这个量差不多就是一杯 根据了解台湾目前有两百万人 有偏头痛困扰 剩行率百分之九点一 除了饮食习惯 春夏交替时节温差过大 也是有发因素 而除了咖啡还要注意有些食物 会让你越吃头越痛 像是巧克力 起司 以及柑橘类水果 4C食物因为含氯氨酸 会导致血管不正常收缩 与舒张 间接诱发偏头痛 建议在敏感季节最好少碰 当时可以多摄取一些 美离子啦 或者是钙离子 可以稳定跟安定神 比如说小鱼干啦 菠菜啦 豆腐啦等等 这些都是很好跟健康的 经常偏头痛族群 通常体内美离子不足 想避免不舒服找上门 可以多吃坚果香蕉等 保护神经元的食物 另外 维生素C抗发炎 深海鱼 南瓜 花椰菜 芭蜡 世家奇异果 都是舒缓偏头痛的好选择 还有女性生理期 若是头痛肚子痛 也能多吃富含维生素1的食物 有助减缓不适症状 有神经性的引起 比如说像你是头痛引起的 恶心呕吐的话 有些人会吃一点生姜 那有些人会吃一点点苏打饼干 或者是有些人会吃一些B群 想治疗偏头痛 平时就得多多保养 最重要的维持良好生活习惯 也不要过度依赖药物 先找医师检查病因 才能永久根除 巴拉西文章是张龙 猜谱报道 色泽清透燕麦奶 天上浓缩咖啡 这回换超商来开卖 就是要跟进燕麦奶风潮 之前就是有听朋友说 他们还蛮喜欢燕麦奶的口感 大家都爱卖燕麦奶 所以就蛮想尝试的 其实都有去喝 因为台湾最近掀起燕麦奶旋风 从当正餐 甜点 一度烧到溶到咖啡内 市场估计台湾植物奶规模 高达60亿 星巴克先前还一度卖到缺货 连带让各家业者跟着抢卖 以超商为例 咖啡融入燕麦奶 售价贵10元 连锁咖啡店更是贵20元 咖啡店还预估 新品上市后 能增加一到两成业绩 满足各个爱健康的心 很清爽 喝起来像吃燕麦一样 很健康的感觉 不过稀看燕麦奶内容物 其实是由水加燕麦研磨 再加入菜籽油 燕麦奶不是民众所想就是奶 热量却每100毫升 有58大卡跟牛奶差不多 蛋白质还比牛奶少很多 以淀粉糖类为主 好处是吃素民众 和乳糖不耐症可以饮用 燕麦奶的部分 它比较偏向主食 所以你吃了比较会有饱足感 那对于说 譬如说胆固醇鞋子 鞋子比较高的人 他可能可以就是 帮我们减少胆固醇的吸收 营养师提醒民众 虽然燕麦奶也能促进肠道蠕动 但要跟主食做代换 免得热量爆表 热门健康饮品 就怕引起反效果 八大新闻做不到